預測啦 那當然因為本件是有關於確認訴訟嘛 那這個確認訴訟的話本來調解 本來證明我們預測不會成立 那只是說比較超出我們預期的是說 下信被告 那今天也沒有出庭 那當然這個是他的訴訟權能 我們都與尊重 但是就我們家人的立場 當然還是會非常的希望說 他可以出來面對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調解 等於是調解破裂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行為呢 因為調解不成立的情況底下 我們接下來還是會就是進行我們的訴訟程序 那就是由法官來判斷說 到底這個婚姻是有效無效成立不成立 這樣子 對方律師是怎麼說呢 其實對方律師 因為其實今天就是不成立嘛 因為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事情其實也跟對方律師 也是沒有辦法決定的事情 就算他們其實是沒有做什麼表達的 對 沒有什麼表達什麼意見 也就是說對於本件不成立 事實上雙方應該可能律師團也都有所預測啦 所以就本件我們直接就是調解不成立 有提到權狀的問題嗎 沒有完全沒有提到權狀的問題 因為權狀也跟本案 本案事實沒有關係 是的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